我大概率要被遣喊回中国 但是我希望能遣喊到第三个国家 穿着病患衣服被移送 男子情绪超激动 一路被押进地检署 还不断回头想对媒体喊话 我有言论自由啊 为什么不让我说呢 这名中国籍王姓男子 独自开着橡皮艇偷渡来台 被警交发现他全身晒伤 还有脱水现象 穿着一身黑色套装鱼衣 外面套着橘色救生衣 船上没有行李 有四个三十公升的空气油桶 但六十八瓶矿泉水 还有超过三十瓶没开封 却向海巡说我好渴 据他公称是九号从浙江宁波出海 开着这艘外挂悬外机的橡皮艇 十四号早上六点多 抵达领口汕头沿岸 因为航行五天多 体力不支才九九 一一九情务中心七分钟对话记录曝光 他先说看得到钢厂 需要救护表明是偷渡 一一九回应没办法定位 需要缺卸地址 男子黄章表示 手机只剩三%电力 身体又虚弱 最后透过地图报经纬才受理 而当时其实距离岸边只剩一百公尺 发现一艘橡皮艇 居然约一百公尺 动拐动视时 海巡与消防人员 共同将橡皮体上人员 残扶上岸 调查发现 王信南只是共产党机 还曾参加过共青团 声称因为在中国欠债 想来台重新生活 投奔自由 但宁波和领口相距至少五百公里 检警认为独自驾艇难度高 不能排出大船拖小船 海市另有母船 陆委会发出声明 不鼓励相关人士 透过非法方式进入我国境 针对偷渡 还有遣返问题 将持续加强边境管理 他也因涉嫌违反移民法 未经许可入境 而且怀疑有人接应 检方复讯后 新北地院 深夜裁准 收押境界 明氏新闻中 一层黄桥 台北报导 更多精彩新闻 请下载APP 订阅明氏新闻网